一个神奇的面具戴上后就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猫咪 你应该靠着猫咪灵活的身躯 做一些以前你从来不敢想的事情 而在日本有位少女 她戴上了这神奇的面具变成了一只猫 只因为这个模样可以在喜欢的少年身上多戴着 片名想哭的我戴上了猫的面具 听母美代十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现在和爸爸还有新的妈妈薰一起生活 美代对于父母现状十分不满 她难过了难难自愈者 讨厌这样的世界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只卖面具的大黄猫 这只大黄猫的工作是把猫面具 卖给不想当人的人类 把人的面具卖给了想要当人的猫 于是厌世的美代买了一只面具 但是没有交出自己的人脸 属于是体验服务 而戴上面具的她 立马变成了纯白蓝眼的小猫咪 并且在这一夜邂逅了同班的日志出闲能 美代第一次看见了平常冷漠的日志出同学 稳柔的一面 从而开始了明目张胆地暗恋她 每天傍晚都会变成小猫去找日志出 正好日志出痛斥爱卷太郎不久 于是她把可爱的美代小猫挡成了太郎的转世 取名太郎 温柔对待 上去时的疑似早晨 美代看见日志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周末可归下冲过去用屁股顶了下她 她的眼力只有日志出 而日志出对她的态度则是十分浓默的 美代的发小赖子总是替美代感到可怜 却她分析现实和幻想 由于美代这样大胆的求爱行为 导致同学们给她取了个外号 无限大问题人类 美代和为她后妈熏的生活是有些尴尬的 虽然讨厌 但是善良的美代十分明白她的难处 这天半晚美代开开心心地变成了太郎 去找日志出 日志出接触了从天而降的美代时 严厉情是温柔 日志出还会跟美代做饭吃 美代吃掉一半就离开了 因为她得在变回人类之前去上厕所 美代无法接受像真正的猫一样 舔舔屁股就干净了 在上往厕所 美代就碰到大花猫 大花猫总在她身边闲逛 因为她一直在等待美代资源教出人恋 大花猫鼓励美代跟日志出坦白身份 也许能够获得她的芳心 但是美代不信了大花猫 所以从不考虑教出自己的人恋 美代最喜欢的是妈妈做的炖鱼头 虽然后妈熊也会做 但却实之无畏 参促生的美代并不想和爸爸和熊夺过问她什么 她心里明白这个家是属于她恶人的 美代的欲望就是早点和日志出结婚 然后就可以离开这个家了 因为猫的面具 所以美代越来越了解日志出了 这一导致日志出对她本人的态度和对猫的态度 让她感到有些许的难过 但是身为太郎时感受到的甜蜜 让美代欲罢不仁 最近在学校美代听到两个学生在嘲访她的求爱行为 太过疯癫 烦能 美代并不生气 但是当她听到恶人怀疑日志出的优秀成绩是作弊时 美代暴怒的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即使被树枝刮得伤痕内类 但还是不忘为日志出变白 而这分钟的情绪被路过了日志出的一句 你没事吧 就瞬间变成心滑怒芳 咸杂冷等都变成了木偶 因此 美代还如愿地吃到日志出做的便当 有她最爱的炖鱼头 美代兴奋地大喊 日志出做的鱼头好咸 其实是有她妈妈的味道 日志出第一次因为美代笑了 她恍无间觉得美代身上有和太郎一样的味道 那是太阳的味道 美代的懒男十分不喜欢熏 总是发短信让她离开 不要再伤害美代了 熏沉默地看完了短信 在美代回家时 虽然很想关心美代的伤 但是美代没有给她机会 美代又变成了太郎 因为很想再次看到日志出的小龙 日志出家是她烧桃 但是日志出成绩优异 母亲对她寄予厚望 不希望她继承讨意 假如是日志出很喜欢讨意 但因为工房声音很差 爷爷守了一辈子的工房也要关了 唯一的员工板口也得被迫辞职 日志出的姐姐有一些失落 因为她暗黏着板口 美代也知道日志出不开心 深夜陪着她 日志出对她说出了心里话 但其实是想继续做讨意的 她担心自己经营不好工房 所以没能说出口 日志出很羡慕美代 可以什么都说得出口 她其实一点都不讨厌美代 美代很想帮助日志出 更想听到日志出对她说 我喜欢你 为了让日志出打击精神 美代的夜写了风发生内心的情书 结果到了班级 却被同学恶意抢走 大声演得出来 情书里写着 看见日志出的时候 就像太阳升起的瞬间 涌出了一股温暖的心情 结果不喜欢也能注目 而被迫也能注目的日志出 第一次生气要对美代说出了 讨厌她的话来 美代立马哭着 跑掉了 那次看到美代受了这样的委屈 反而哭得更加伤心 她就美代放弃日志出吧 美代在家里哭时 薰多长进来问她 讨厌和我一起住吗 美代本来还强颜欢笑地说 没有不喜欢哪 可是薰昨问她 为什么总是想强颜欢笑呢 美代直接爆发了 她说爸爸妈妈薰都很自私 再婚确实伤害了她 但是她也努力地想要和薰相处 现在 就想强迫她不要强颜欢笑 伤心的美代 直接拿了面具就跑了 她变成了太郎 去找日志出 日志出闻到太郎身上的味道 和美代是一样的 突然 她红着脸 看着太郎说 我喜欢你 美代在日志出家睡过了头 就使大花猫来找她 再次跟她吹 当猫的吼处 回想起 被日志出说的话 她决定就这样 永远陪着日志出 当美代说出 我不想再当美代这句话时 美代人脸面具 掉了下来 大花猫搜走了人脸面具 并说在一段时间后 美代就再也无法变成人类了 那一子和日志出 直到美代离家出走后 就想去寻找 那次告诉日志出 美代其实是个 即使内心再煎熬 又不会失落 而摆出满不在乎的模样 美代消失后 她的妈妈和薰 在家里吵架 打了起来 然后美代找到了日志出 陪着她去找自己时 发现日志出 很想美代回来 想向她道歉 这时的美代 想要变回自己 可是 她发现逐渐自己 听不懂人话了 而薰仰的小猫 黄豆粉 买了美代的 人型面具 变成了美代 生活者 黄豆粉之色 做人类 是想暴达从小 养育她的薰 猫的寿命段 她才想变成人类 想一直陪着薰 给她带去快乐 黄豆粉拒绝 把面具 还给美代 这个美代 着急的去找大黄猫 大黄猫就告诉她 在下次的夏夜季那天 她会完全变成一只猫 美代在新主日志出 对自己的情感 然后急切地想要变回人类 猫咪黄豆粉消失后 薰一直抑郁寡欢地 就寻找着黄豆粉 看着这样难过的薰 雷型黄豆粉终于明白了 人类 是无法代替黄豆粉的 而且 也终于明白 作为黄豆粉猫咪 是被人疼爱着的 于是 黄豆粉就找到了日志出 告诉了她关于自己 和美代之间的事情 她想变回猫咪了 日志出这下想想通了 为什么美代和太阳身上 有一样的味道 她有些后悔 没有早点跟美代表白 然后 日志出跟着黄豆粉 去了猫岛 这一天 正好是岛上神木 缩醒之日 借此历练 人类就能完全变成猫咪 猫岛上 全都是猫 太阳无助地找到大黄猫 可是 好像没有猫人是她 太阳遇见的曾经是人类的猫 那些猫告诉她 如果受命被大黄猫夺走 就再也并不会人类了 这些变成猫的人类 都是因为逃避某些事 才放弃做人的 有一只母猫 当初因为不清楚 自己是否挨害自己的孩子 总觉得被孩子看穿了自己内心的两份自卑 所以才逃避 变成了猫 还有一只猫 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去爱和被爱 失去了自信 才变成了猫 黄豆粉给日志出带了猫的面具 但是日志出只有手臂变成了猫 通过这些人类猫咪的带路 黄豆粉找到大黄猫 请求变回猫 可是大黄猫实在太谈心了 她想要得到美代的寿命 于是 就想强行带她去接受变猫一事 这样美代多一的寿命 就会被大黄猫拿走 但是其他的猫猫都对美代出手相助 帮她托出了大黄猫 美代见到了日志出和黄豆粉 可是美代戴上了自己人类面具后 却没有变回人类 因为美代还没有看到幸福的人类未来 对当人不够有期望 这时大黄猫冲出来 抓着美代就往神树那儿跑 神树马上就决心了 美代为了不连累日志出 日志出还有大法的前途 不能在这儿当猫 于是 她拼命地挣脱了大黄猫 在神树上 日志出终于抱到了美代 她想抱着她逃走 并对她道歉 道歉自己一直以来都太迟钝了 失去 才发现 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给自己带来火力的人 其实都是美代 然而 大黄猫又回来了 她直接带走了恶人 想要同时得到恶人的寿命 到了进行仪式的地方 日志出生知自己的世界不能没有美代 于是 她抓着大黄猫想要逼问她 如何让美代变回来 大黄猫就说 是美代自己没有想要变回去的信念 这时 神树决心了 大黄猫直接把美代的寿命 从美代身上抽了出来 日志出还没有放弃 拼命地跟大黄猫抢着短寿命 最厉害着 这不是美代的错 一般的美代觉得自己错了 从来她还没有回应过任何人的感情 日志出的 爸爸妈妈 君的感情 都还没有回应 美代也加入了战斗 她想变回人类 大黄猫想要四岁二人时 刚才相识的人类猫猫都来帮忙了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变回来了 在猫岛的生活 让他们明白了做人的习惯 所以 他们想让美代 不要留下遗憾 日志出和美代 终于互相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美代之前一直拼命地让自己不要喜欢别人 想着 不需要别人陪伴 每个人都知道草人 但是现在 她知道自己果然离不开大家 回去以后 她要开始尝试 喜欢上大家 美代和日志出变回了人类 在猫岛面前 他们手牵着手 终于对了对方说出了 我 喜欢你 回去以后 日志出和妈妈说出了自己想要继续做逃逸的心愿 日志出的姐姐终于对板狗告白了 但是 被拒绝了 美代和妈妈很好露出 君重新找到黄豆粉 吸气和气 乃自对美代终于罗远和日志出在一起 也是高兴的不行 他们两人总算是两件相悦了 而男猫的面具 也再也不用了 这部动画的画风 几乎可以说是不舒心 而成导演多少 并且编剧的名气 在这个领域上也是很大 无限可以在第一个时间上 也取得不错的首播成绩 跟刚妈 有着很大的联系 但是这次在剧情上 却被观众一轮纷纷 很多人无法感受到 故事中的情感表达 觉得男主喜欢上女主有些草率 包括家庭关系的描述 也有些简单 没有了慰问画面中的那股虐心 其实在故事中 我有一个小细节 没有去讲 特地由在结尾收尾来提起 没带吃着这支书 坐到浴头后 表面说着没事 但却在回到房间后 把头脉在被自立高兴的乱踢腿 这是一个超级暖心的细节 青春的时候 我们喜欢一个人 一个细微的动作 不经意的一笑 都能让我们心中的角落 软撞 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这支书 会突然转变喜欢上女主 这个我想很多人也能够理解的啦 青春时期的恋爱不是像成年人那样掺杂利益 更多的是喜欢可却不好意思开口 担心朋友会笑话 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 有很多理由 明明就是爱着对方 但就是要表现出一副 我特讨厌你的样子 这种情况 我想视频前的少年少女 在青春时期的小园内 一定都有过体验或者看透过 而关于美代家庭的和解 这点在描述上确实有些过于简单 没有引起观众强烈的心理波澜 毕竟 这个点只是为了突出美代对家庭的不满 从而更加明显地表达出 美代的生活就是为了这日之初再转 其他人都可以是个无关其妙的人偶 让两人之间的感情集团更加显眼 但是如今这样的剧情确实有些老套了 不过 却还是不反应很多人能够从这部电影中产生共鸣 这个让全日本甚至全世界都喂疼的女人干妈 兴风作浪了20年 从维闻画面才到昭花西市 情感描述是她的强项 因为只要情感冲击足够强大 是可以弥补逻辑上的不足 但是如今这个开局就直接王炸的设定 就终究还是因为后半段的铺垫没有展开 而在结尾沦为俗套 你说她差 还真不差 可你说她好 就是少了那么一点人说不上的感觉 总而言之 还是强烈推荐观看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评论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